这名被打断手脚的诚信男子 他的错号叫做咖啡 原来他是一个帮派人士 根据道上的兄弟透露 近年来他一次是因为吸毒的关系 性情大变 经常在脸书上开直播挑衅约战 二月份才刚刚被北部的帮派围殴过 事后他还直播道歉 不料事隔两个多月 他又向舞厅来呛瞎 甚至还带着小弟上门去找茶 如今被打成了重伤 让道上兄弟都说不意外 在那我钓人的当中 我就听着说这个 说后来钓人 说去听你的话 我就不知道这个话 边吃水果边嗆瞎 开口就点名美丽华舞厅 说要带人去了解一下 诚信男子一脸轻挑 带小弟出门 结果隔天凌晨就被押走 大断手脚丢包货葬场 而他的小弟被押进办公室 双手反绑在背后 脸上蒙着黑布条 像行刑般被踩在脚下 一旁还放着狼头 凶多吉少 对比事前男子持双枪 一脸得意模样 如今两人全被打成重伤 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男子早在二月就惹毛北部帮派 惨遭围殴 事后道歉又说不接受 怎么听都不甘愿 而且男子又多次直播呛吓 要背部帮派等着看 除此之外男子不持亮枪 亮子弹 拔护态度连道上兄弟都看不下去 在脸书po文下追杀令 重金悬赏男子行踪 不意外啦 是早晚的事情 可能是吸毒的最期待 他知道那些行为 但是思考的之后就偏差了 帮派人士说 陈姓男子疑似因为吸毒 整个人性情大变 到处约战调性高调作风 如今被打成重伤 道上兄弟也说不意外 记者蔡庄吉高雄报道